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超过的电视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想问你5分钟的问题 然后手机给你 你记个10吧 好 可以开始了 好 开始 你有什么小癖好吗 我喜欢揪头看 在你的所有性格当中有哪一项是大家不知道的? 其实我是个宅女 她对你的评价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漂亮啊 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有喂过什么有生命力的东西吗? 狗 她还活着吗? 没有 几岁开始经济独立? 22岁 新加坡你觉得最缺乏什么? 冬天 如果你有自己的餐厅你会卖什么? 炸鸡 作为一个吃货你最开心的是什么? 吃到好吃的东西 不开心的呢? 吃到难吃的东西 如果大家去韩国有哪个地方必须去的? 熊尔的三青洞 韩人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没有 你对地球最大的贡献? 散播正能量 一种食物你可以吃一辈子的是什么? 水蜜桃 那哪种食物该从地球上消失呢? 洋葱 有东西掉在桌上你会捡起来吃吗? 会 如果不做blogger你会做什么? 进口 你做饭是人出无害的吗? 人有害就没害 你这场有多长时间没有睡觉? 24小时 等一下你能帮我弄一下我的头发吗? 遮到眼睛 好 sorry 这边 好的谢谢 谢谢 在世的人当中你最想跟谁约会? 高小松 那如果是叫你买单呢? 买吧 高小松如果打电话不小心打到你那去了 你会跟他说什么? 你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啊? 历史中的人物最想跟谁约会 OK 不要蓝子 OK 有哪一家餐厅是你想去但还没有去的? 最新的米其林新加坡版的那间三星的法国料理 为什么? 为什么还没去? 对啊 你很想生活在哪个城市呢? 阿波首尔 好 我跟你再见之后你会去干嘛? 吃宵夜 如果地震了你正在直播你会怎么办? 跑啊 如果内劫了呢? 去尿啊 你有什么小习惯性的动作吗? 挠头 有人抱怨过你这个小习惯吗? 有 你有什么特技吗? 特长 我可以这样 现在 你现在你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动作吗? 就是有两间我非常喜欢的餐厅 然后有邀请我们去试吃 让你哭得很惨的电影是什么? 天水围的日语夜 你最喜欢什么书? 最喜欢挪威的森林 如果是哪个男演员你希望跟他合作电影? 静东 什么类型的电影? 浪漫爱情片 那如果静东和高晓松掉到水里了你就哪一个? 高晓松 你的耳环在哪里买的? 韩国首尔东大门 你在学校最擅长什么? 最擅长拉帮接火 三星还是苹果? 苹果 电影还是电视剧? 电影 日餐还是韩餐? 韩餐 米饭还是面? 面 超人还是蝙蝠虾? 蝙蝠虾 红酒还是白酒? 啤酒 电子表还是机械表? 电子表 OK 我们最可能在什么地方邂逅你? 星巴克 平时宅在家里都干嘛? 躺着 如果你会成为某一个项目的体育健将会是哪个项目? 跳水 为什么? 因为可以勾搭搜养 你会游泳吗? 我会 你希望拥有谁的衣橱? 我希望拥有高俊熙的衣橱 高俊熙是谁? 韩国女明星啊 如果时间不是一个问题会去过去还是未来? 未来 选择一个人跟你交换灵魂 你会选谁? 希拉里克林顿 最喜欢的香水? Mistio 最喜欢的口红? 最喜欢的口红就是包包里这只 这只口红 它是兰芝旗下的一个平价品牌 只要30块人民币 颜色超好 很好,谢谢 谢谢 那 到时间了 那我最后一个问题 现在面对你的这个人的友善程度1到5 你给多少? 我给6 谢谢 谢谢 谢谢Mini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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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